民宅被无情的大火烧得焦黑 好几名慈祭志工一念心 就是赶快打扫干净 里头都是大型家具 屋主儿子花了一星期 还是亲不完 因为我们大型的没办法处理 很难处理 你看我们这个脚缸就拆了好久 才拆一部分下来 没有 没关系了 对啊 都一切都麻烦师兄师姐 原来去年底 这场火来得又快又急 90岁的屋主逃生不及喪命 志工献上慰问金 因为平常都在医院 做志工的母女俩 老妈妈当天身体不适缺席 却遇上火劫 毒瘤女儿 其实是我照顾我妈妈 而且我感觉上是说 是我妈妈在照顾我 所以这次我认识 家人赌物思琪 志工当起坚强后盾 师兄师姐全部有30位 师兄师姐 帮你清理这个火灾现场 就是我们差不多有效率 就是一个小时 我们就全部都清完 我总觉得我的效率已经很快了 可是你们胜过我很多 所以我很自卑 我要向你们学习 在过年前协助受灾户 重建家园 也让家属好好整理思绪 重新出发 大爱新闻 真帅美志工红淑珍黄志中 台南报道 现在